大家好,我是白丁 昨天你们已经看到了Visconti的梵高 这支刚比了 其实现在才是我刚开始拍视频了 这支比的是二手的 我给你们看一下这个品相 今天下雨了,灯光可能不是特别好 那能看到就是这里 你看上面的这个毛痕 然后再下来的这个金属键也有点偏黄了 这一边的话也是 然后上面Visconti的这个字,你们看一下 你看都有点就是这些的一个修衣还是刮痕 然后呢,杆上面的毛痕 因为这支是彩色的笔啊 所以不是特别的明显了 我找一下有没有一些比较明显的部分啊 看呃,不知道会不会 呃,看一下啊 那你看到其实上面还是这里有一些小点的 然后刮痕等等的 就是毛痕在这个灯光下面啊 这里有一点,这里有看到吗 这毛痕还是有一点点的 然后这里有一个小颗碰啊 然后再下来了这里啊 这些反正都有一些细小的毛痕了 那毛痕的话反正就是 呃,呃,那个抛光一下就好了 那今天的话是这样子的 我之前有用那个金属的抛光 然后杜武就抛了一支那个威迪文的那个海韵 然后万宝龙146也有抛光过,但是是用塑料的 那今天呢就这支笔 然后你们大概看到现在的这样子一个情况嘛 然后我就这次我就两个一起用 一个是金属的抛光剂 然后一个是那个,哎,这个 就是这个塑料抛光剂 那直接给你们演示一下吧 那这个视频的话 有些就是抛光部分我会给它加速 然后记得做这些抛光的话 呃,第一件事要那个戴上手套 因为这些都化学剂 然后你手套必须得要呃,就安全措施嘛 反正就是,好,那个我先戴一下手套啊 记得那个手套的话要买这一种蓝色的 因为它是完全能防那个化学化学药基的 但是应该不是防不防腐蚀 那这样反正就是等级的一个差别嘛 那首先这样子 我们先通常我的习惯是这样子 先把金属的部分给搞定 然后再来搞那个塑料部分 那通常呢就这个是那个 呃,抛光就擦影部 其实应该说吧 那我们先试一下擦一下这个部分啊 我通常会这样子先擦一下 然后看一下有没有什么问题 然后如果是能不用抛光剂 我尽量是不用抛光剂 但是抛光剂的话肯定会比较亮 就是用那个抛光,啊不抛光剂抛光膏 好,那一个反正就是,那你看 马上就有反应 然后现在这里看 你看上面的黑点已经是减少了不少 你看上面那是霧点 那我们再继续来抛 但我估计这个是要用抛光剂了 因为这个的话那一个 呃,卖家跟我讲 它是没有放笔带的 直接就这么去用的 那就对,所以就没办法 然后我就这么一擦 那一个,那这又黑掉了 然后你看 又越来越亮了 然后这个的话 这一个,那这些我都先放一边 然后这个笔尖的话 然后我暂时不打算拆了 我就直接在这个上面去抛啊 反正就是,啊有点,有点不好拿 反正抛光的话就是这样子 反正就是要拿好 然后就这样子插插插,插到差不多 然后就ok了 然后这个是那个笔握啊,笔握啊 有点那个,这里也是有点磕碰了 反正这个也没办法兵这支 二手币,而且它卖我那个价格也真的很优惠 好,那你们现在看到一下是 你看这里是 上面是我刚刚插的,下面是有点那个痕迹 那你看到我中间撕裂的这个部分嘛 它还是比较轻了,但边上的话可能还差一点 那我继续 好,插了一下以后吧 个人觉得还是要用那个抛光膏 然后大概一些小毛已经是插掉了 但是有些比较严重的那个还是需要用到抛光膏了 这次这支,然后我们再回来插一下这个笔夹 好,那个笔帽的话 你们看来应该是差不多了 相对来讲没有偏 它跟这个设置比起来 它还是比较设置来讲还是有点偏黄的 但是你看整块布都非常黑的插的 那比如说我现在拿一个干净的部分这边 那我这么去插一下 我还是要用抛光膏 这个时代太久远了 这个你看 马上就黑了 那我还是用抛光膏处理一下吧 然后我把其他的这个笔尾也初步 那这个笔尾 不知道你们能看到 你看上面的这个 我把这些初步给搞一下 然后我就上那个抛光计 好,那个大概这样吧 好像上面这个我这样子一直插好像 处理不了 那个不是明显 那上抛光机吧 直接好,抛光机这样子 那这个插完以后先放一遍呢 反正保养钢笔的这个钱也不会太便宜了 这个毕竟好,这个先来上一下 好,那初步上完一下 你看到现在还是整只跟这边一对比啊 非常黑,应该打磨了很多的东西出来 然后再下来呢 就这边大致泡完一下了 然后我就再把笔顶跟笔尾给处理一下 好,大概一下那能看到刚刚那些白点吗 已经没有了 就这样子初步一看 回去还是变成很亮的样子 还是终于可以 好,那我现在初步的给擦一下 你看 亮很多了 你看上面笔顶也干净了 然后我这里也给 用干净的那面给稍微的擦一下 然后我是打算那个做完那个塑料的抛光 然后我再来一起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效果 从这里边上这些的话能看到吗 就是已经 还原回去很亮的一个部分了 像前面的Visconti你看 整个字就清晰起来了 那这个上面部分应该是对 OK,你看亮亮的都是 然后这个 笔握的部分 那也是你看整个非常亮 那当然现在有点指纹了 我处理一下应该就OK了 好,那大概这样子 然后再下这个金属泡光的话就部分就做完了 然后我们再下来的话就是 用这个 塑料的 那塑料泡光机我用的是那个甜光的 然后出木细木 然后几细木啊 上面有写那很多观众一直有问 那这一次我就统一再做一次视频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 然后顺便刚好 有一支那个二手笔的 然后我就 抛光就给你们做一遍了 再 就是一支完整的笔 应该怎么去做 那抛光的话 反正这个东西也挺费时间的 如果真的做 呃,其实 呃,我估计有时候搞两个小时都没什么大问题 然后现在先用这个出木 那你看 就 呃,普通的塑料泡光的话 就不会像金属的那个那么夸张 上来就黑了 因为金属那个变成细粉的话 它都是黑色的 本身的一个材料问题了 然后塑料的话就会好一点的 塑料的话都会抛光 然后给你们看一下这个效果 那像那个高你说碰到金属 其实这个不用担心 像最后的那个局部的话 你再什么都不沾用插影部的话 再插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像 这里这个反正就检查好 有没有地方没有抛光到 我觉得这个是更重要一点 然后通常我看不够了 我就再加一点 我通常就这样 哦,碰到这个了,行没事 好,那我通常已经 我现在上完这个除木了 泡完一个 然后呢,再下来的通常就是 我会在那个 在上这个叫细木 那最好是三种 那这块布就不要了 之前有观众说 那不是混在一起了 也对啊 我通常就节省一点了 省事 然后像这个的话 很多人问只买两种行不行 说实话 我一开始就买两种的 然后说实话真的不太行 还是要三种都买比较好 好,那个初步效果能看到一下 你看这个 跟一开始比这个 那个还是比较灰的 如果跳前面看到那个灰一点 现在你们看到这个基本上是 接近你看到吗 静光啊 能达到静光 你看这个反射 这个静光非常的透彻 好 然后再把笔帽给抛光一下 然后我把这个笔洗一下 那就大功告成了 那我从前面的准备 然后这些东西就拍拍这个东西一些工具嘛 然后那个笔帽这些把笔给看一下等等的 这前面花了我就一个小时了 然后现在在这么跑 然后视频的一个长度的话 应该差不多也才三十分钟 但剪一剪估计就没多少了 剪一剪应该就十分钟了 我现在看 好 那大概差不多了 那我把现场清理一下 等会给你们看一下这个效果 好 那刚刚把那个下面就东西给扔一下 然后现在我通常就是把把它扔进水里面泡一下 吸磨气当然就不用了 然后下面这个啊 这个清理的话就是比较麻烦的 下面这块清理呢 可能就下面这块啊 你看到这屏幕的相当难备的痕迹啊 我通常就这样子 然后把多余的那碎屑碎屑 普通话不好啊 碎屑的话给擦一下 然后呢 然后有一些的话能用这个布擦 我擦一步去擦就擦了 然后不行的话 就水擦擦应该也是ok的 那个我把水沾点吧 这个沾这个沾点水 然后再给它擦一下 应该就可以了 好应该差不多 然后用这个所谓的清洁泥吧 然后给印一下 好这样子差不多ok 然后这时候你们来看一下这个 让它自己反正就慢慢泡一下吧 反正当作洗一下 然后看一下 刚刚里面应该有粘到不少的这个泡光膏了 然后就可能就清理一下 然后这个水反正看到也挺脏的 然后这个我大概先擦一下试一下吧 那看到上面的点都没了 然后怎样怎样的 然后这个你看回去了 一开始一个静光的一个效果了 你看到吗 好这下来啊 再把现场清理一下 然后把笔擦擦组装一下给你们看 好那个炮光完了 那现在给你们看一下一个最终的效果 有没有感觉比一开始视频的那个量很多 对比一下应该是能看得出来的 然后这里 Visconti的一些 你看细部已经完完全全泡的差不多了 那有些没办法 这个小地方就没办法 这个 然后你看上面的啊 我有指纹收集器 你看这个亮度 然后顶部的这个 还有这个 你看这里 就这些的一些细部的一个处理 那基本上都是回去乘量乘量的 你看一开始这个是比较黄的 那这个是比较金属色的 这两个材料 然后现在呢就是已经做 这个应该是可能有参了那个铜 然后这边的话是真的应该是不锈钢 然后你看现在两个就相对来讲比较接近了 然后这个笔感上面的 你看这个当然很多我的指纹了 但整个你看 轮回去做回去这个进光了 然后笔尾的部分你看这个 哇上面的白点你看 完全没有了这个白点 然后这些的话就是 呃整整一直比正常的一个抛光流程了 呃反正这样子就是一个金属的 然后再来抛塑料的 然后这个就你花点内心耐心的话 其实就能做到了 好那抛光视频就到这里了 明天的话会继续上传那个正常的干比体验视频 好那个有什么问题下面留言给我 然后呃有什么我漏讲了 麻烦帮我补充一下 我们下次见拜拜